早上在车上这个禅行跟宝人 两个人在聊天 然后禅行呢 是说他把车子保养得很好 因为他很懂车子 所以他从引擎一直到整个外壳 到整个内装 他都保养得很好 所以他也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保养得很好 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卖车子 第一个客户 他就把车子卖掉了 然后宝人听他这样讲 也说如果我是客户 我会愿意买车子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讲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很放心地买你的车子 讲完了之后 我就跟蔡英讲说 你看我那个车子可以卖50万吗 你也帮我 你也帮我卖一下 他讲完了之后 我就问他们两个说 那你们两个也卖卖看 把你们两个人卖掉怎么卖 所以他们两个讲不出来 各位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对身外之物 好像很清楚 但是我们对自己呢 可以说是很磨 各位一台称职呢 需要有人好好保养他 那么各位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我们信不需要好好保养他 那各位 那你要好好地保养 保养你这个人 要分两个部分 你怎么保养你的身体 你怎么保养你的心 这样对不对 那你会保养吗 坦白说会还是不会 其实是不会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如身外之物 你对外面的东西 为什么讲那么清楚 但是你对你自己这个人 为什么始终都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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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说修行 你修行 这叫做生平 你修行 好 那没关系 那个下课再用就好了 没关系 嗯 嗯 你们下课再用好好保养 就好算 各位 坦白说啦 你们 你们 我们说 我们一般人只会 养生 却不懂养什么 养心 其实这两个都没有养 各位我不概述 我们我们一般修行人真的在养生吗 真的在养心吗 比如说啦 比如说蔡师兄 你有养生吗 没有 你有养心吗 没有 是吗 他整天 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你知道吗 他在忙什么 来 你说 我是说自首 你在忙什么 忙什么 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对啦 既不养生 也不养心 他 他说修行 修行 那是修什么行 是 好 各位 几个例子来 他一天 他一天到晚 对 在营救佛法 他真的是在营救佛法 他事实上 没有保养身体 也没保养他的血 这是修行人 各位 你们是不是搞错忘记 我 我讲我自己好不好 各位 我也没有养生 我没有养生 这个问你问保了就很清楚 对 修行人身体要吗 老 滴滴滴滴 对吧 我现在把败 叫妈妈 就在屋身上 啊 啊 心啊好像也没在痒 对啊 啊 师父你在干嘛 我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 你看我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 蔡师兄一天到晚在研究询问 所以他跟我都一样 对不对 既不养生也不养心 这样叫修行人 所以对 所以你要好好地保养你这个人 你要好好保养你这个人 对不对 讲了老半天自己都没有好好地保养 那谈怎么休息 那今天就要谈这个问题 哀乐不生 那个就是一种情绪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境 我们自然会有情绪 但是神会 他对这样的概念已经很淡 相当的淡 那么各位我们 我们为什么一道事情需要那么多情绪 各位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各位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先来看最简单两种人 我们一般遇到事情 一般的人就是情绪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就不用说了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 就是凡夫 就是普通人 但是我们修行的人 但是我们修行的人 你最起码什么 你遇到事情 第一个环境不是情绪 你遇到事情 对不对 应该是处理 而是你不需要情绪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什么 遇到事情先有情绪 最后他也不得不 不去什么 处理 那各位那你干嘛呢 你干嘛要先有情绪 这一处理呢 你干嘛不要遇到事情 直接什么去处理呢 对那你为什么 要多这一道手续 然后多这一道手续 先来伤害自己 或伤害到别人 各位这个情绪一升起 有可能会伤到自己跟谁 跟别人 但是你遇到 你遇到事情 直接就处理 你可能会把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什么 比如说我们两个车子 稍微相撞 有没有 你来处理 你一有情绪之后 可能啊有没有 然后在路边就打起来 不然在路边就杀起来 各位那干嘛呢 那你以为很简单吗 没有透过练习的人 没有通过练习的人 他一定会有情绪反应 所以你要通过练习 过你事情要通过练习 那个事情的发生 产生就是处理 你先不要起任何的情绪 这个你真的要去练习 我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难 这个事情不难 跟我所讲的 自尊性的概念 那是一种领悟 这个情绪的概念 常常是一种自然的缓硬 会变成一种惯性 但是你习惯性稍微改变一下 你把这个习惯改变 我一到事情我就处理 我不起任何的情绪 各位你练习看看 对 怎么把这个东西稍微调整一下 修行都是从 熟悉变成不熟悉 不熟悉变成熟悉 修行都是只有这个样子 熟悉不好的方式 让他渐渐变成不熟悉 好的方式本来不熟悉 让他慢慢变成熟悉 这个就是修行的方式 所以熟变生 生变熟 只是这样子变来变去 那么六祖告诗 赞叹惠能禅师说 他对他好对他不好的人 他都能平等对待 纵使有人赞美他 毁谤他 他也如如不动 接下来他遇到任何的情形 包括六祖大师即将要往生 有没有 他的情绪也不随便的升起 不随便的升起 愚者不得啦 你们其他的人啦 对 都没有神会这样的境界 接着就骂这样一句话 数年在上进修而合道 往会啦 各位 往会啦 欧会啦 丢人啦 你 对不对 而且 而且这些人啊 都是职业人士 你知道吗 然后都跟谁在一起 都跟六祖 贵人 长乡左右呢 都是住在丛林里面呢 对不对 可以说朝夕都跟六祖在一起呢 然后24小时都在道场里面呢 是在想什么 各位 所以这一点我很感慨 有很多的人 他们接触了宗教 各位 各种台湾的宗教的自由 各种宗教都有 所以有的人 他一经处的宗教 甚至一辈子都在 坐在宗教里面 一辈子 但是有没有修行 没有修行 对 什么 什么叫有没有 什么叫没有修行 就是这个人啊 经不起考验 这样你了解吗 对 你经不起考验 你就是没有修行 那么那么多少人 一辈子在道场里面 对 但是 但是他不知道在 在干嘛 所以我过去常讲一句话 我说 我说 终生在道场 毕生不见到 实在是很冤枉 一辈子在道场 结果都没误到 哎呀 实在是了 各位 这个想一想 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各位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各位 我说一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讲修行 都很清楚的告诉你 对 没有很深奴 只是看你做得到还做不到 各位 我们 我们一般人的状态就是什么 就是心乱 这样对不对 然后 然后我们想透过修行 变成什么 心不乱 心不乱 就叫到心了 心静 心静 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好 那各位 那我们很多修行的人 你可以都怎么想 我现在心很乱 如何才够心的 很静 对不对 结果 大部分人都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一天到晚在想 知道吗 我心很乱 我如何 我如何才够恢复自己 清静的心 有没有 一天到晚在想 在想 在想 心可以静吗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第一种的 第二种的 注意看 一天到晚在什么 一天到晚在看 在看什么 在看书 对 然后你要看书 在书中找到答案 你也找不到 你也找不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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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两种人还不错 为什么还不错 因为他还是有心 想要解决什么 问题 问题啊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人就干脆什么 我一般人就干脆做什么 随啦 不是随言啦 不是随言啦 随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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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百个体验 对不对 随他去啊 对 我点出三种状况 那有没有第四种人 有 第四种人就是说什么 修啦 修啦 怎么修 修 心啊乱的良分啊 心啊乱 没有了观呼吸啊 对 心啊乱 没有了胸 就是说你会去找个方法来什么 修 这是第四种人 诸位 你是哪种人 如果想要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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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可能会什么 想要修的人大部分可能会什么 不是想要修的人大部分 就是说 其实哦 其实我所看到的 这三种人都算是不错的人 你觉得说他是想要改变 他这里是想要改变 但是哦 他比不累 他想要改变 他比不累 他想要改变 你比不累 你比不累 比不累 这个心这个心很乱 这个心很乱 其实就是一个结果 然后你也想办法让心清静 又是一个什么 结果 又是一个结果 但是各位 没有具备这样的因缘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各位注意我通过这句话 没有具备这样的因缘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各位心很乱的因 心很乱的因 其实我就不太想 就不太想讲 心很乱的因到底是什么 各位 心很乱的因 心很乱的因 到底是什么呢 对 其实讲穿呢 不外乎是祸跟什么 跟业 就是说 你已经迷惑了 所以你的牲口 意不断的去什么 造业 所以 所以 心才永远都做什么 罗安 那你看到的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现在思考模式 各位 你现在思考模式 你要看清楚吗 这个已经形成了 这个已经形成了 就不用谈了 但是你想要心静 你想要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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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因缘 你才能够心静呢 对 具备什么样的因缘 你才能够心静呢 是因为你只要具足因缘 可谓延期 可谓延期 具足什么样的条件 自然就为什么 升起 有没有 延期 各位 你要具备 什么条件 三个条件 我上课讲过了 我上课讲过了 不知道各位 到底有没有带公式 只是这样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我帮你套八个字 对 格物 自知 诚意 振心 我把它改八个字 把它改八个字 深情 口善 口善 再来呢 议成 自然叫什么 心静地 那各位 那各位 你不记住这个条件 你不记住这个条件 你要去想干什么 没有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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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主的概念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出家 你现在就是那对 住在道观 你当道顾也好 当道士也好 或是你是当神父修理也好 你不明白这种理论 你不明白这种理论 那种方法 有没有 你看你怎么会 你说你今天心乱 一定是这三个当中出什么 出问理 各位 一个懒惰的人心乱不乱 一个人一个懒惰的人心一定乱 各位你们一起做实验 做公事也懒惰 做家事也懒惰 做私事也懒惰 做修行 他们的懒惰 心不乱再去外 会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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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瞧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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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说 觉得你瞧不起自己 各位 光 光是违缓的这个概念 你就快乐不起来 你就快乐不起来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就快乐不起来 你也没有积极 你也没有分发 你也没有向上 你也没有任观进取 你也没有精进 你心怎么会快乐 但是各位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快乐不起来 你没有记住这个条件 你快乐不起来 你快乐不起来 不见不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懒惰的人 是快乐的 各位 这个我是不断的印证 所以各位 那我们常会讲一种概念 什么概念 你都做一件事去做 你都不要乱乱 我们不能这样说 各位 你听人家讲这一句话 当然这一句话 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事实上 他没有努力去做事情 他事实上 会引花他胡思 什么 这是真话 对不对 他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各位 那么各位 你为什么会胡思乱讲 其实代表说 你身不精进 各位 这个代表你身不精进 深情会不会变成一种习惯 会不会 好 那各位 努力做家事的人 努力做公事的人 努力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来修行 他自然会什么 会努力修行 你相信吗 对 那并大人怎么 当事就并大 他修行会精进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修行会精进 那是不可能的会努力 那各位 并大的人 有办法去运动 过来你可以说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能力去保养你的身体 为什么 因为你懒惰 各位你懒惰 各位你懒惰 各位像我啦 懒得洗车知道吗 那是因为开来台北 然后开来四零公民会馆的门口 你们在那边看 我们也不看 所以才不得已说 你也在这一项 那各位一样的概念 对 各位 我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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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我的车子 就像各位 对不对 你懒得 照顾你的身体 各位也很懒 没有错 这个概念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你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什么 因为生不起 所引化的问题 你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个事实 那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么好的习惯 你有没有 你也要开始什么修行 各位你不要以为你说什么 啊师傅我要思考的顿教 是要思考的顿教 你的顿教是怎么 不能再来修 这就去掉了 你不要以为你顿教是这个概念 各位你不要以为 不经一欢寒侧骨 起来给你点名 你觉得几个人符合这个条件 这大部分比多量是 当然你们也在推荐地 胡师兄 胡师兄 胡师兄一票 有 看到了 有看到 有看到吗 不是我才能够你搞得不对 有的人眼睛收音 不过没有眼睛温度 我主角说不错 不错 对 有的人很冷静在做工夫 有没有太多 有没有太多 好 好 各位我现在所讲的琴是 全面 是求凡位的琴 懂吗 就是说 你要勤于运动 你要勤于工作 你要勤于照顾家庭 你要勤于学习 你要勤于修行 这样你才会开悟 不然怎么会开悟 所以要补这个琴的标准就什么 就不太简单了 是嘛 是嘛 所以心里就会乱 你怎么有可能 你怎么有可能不乱呢 而且各位 五印 五印神经不可分离 即使身体不好 确实会影响到心 各位这是真话 我自己感受就很深 对 我每次身体不好 我就去观察 我的内心事情 对 看他 看他怎么被他影响 好 他就开箱了 身体只要一不好 内心的指数就从一百 九十八十一直降下来 对不对 各位有一种忧郁症 听说也是从大脑的分泌物 有没有 所引发出来的 变成一种情绪 你看 所以各位啊 没辟到啦 你的行为就一定要请 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请 你要符合这个条件 再加上申请 你只要符合这个条件 你知道符合这个条件 其实 你要胡思乱想的机会 就不高 你要引发这个 这个概念就不高 再来第二 各位你要口善 我出一道题目给各位 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口善 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口善 来说说看 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口善 一个人的时候可以 嘴巴怎么善 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 就是连那个意念都 好对讲得很好 各位 不要跟自己讲话 做得到的举手 哦 噢 甘心愿一个高 不要厉害 各位你观察 你观察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自己讲话 会呢 尤其在打坐的时候 不要跟自己讲话 跟自己讲话就是忘记 尤其你们静坐的人 很难 很难不跟自己讲话 所以一个人口善 就是不要跟自己讲话 所以一个智者很少 很智者很少讲话 话多的人 都是妄想执着多 话多的人都是沉不住气的多 话多的人就是贪远的人 对 因为他不讲话很苦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他要梳化 他们内心什么 世界 他一定要透过讲话 他不讲话 会坏掉的 对 所以你就要注意到 一个人 最好不要跟自己讲话 少讲话 少讲话 那么跟别人 各位我过去已经不断的重复讲过 跟各位跟别人 各位跟别人讲话 不外乎只有 安慰 鼓励 鼓励 启示 往这三个话讲就好 安慰 鼓励 启示 离开这三种话 其他话不要讲 对 对 不要讲抱怨的话 不要讲批评的话 不要讲诡谤的话 不要讲识会的话 不要讲不实在的话 不要讲道听途说的话 也都不要讲 诶这个也是习惯 这个也是习惯 这个也是习惯 有一个老休闲 今年七十九岁 常常喜欢 去我们餐业学院 跟他泡泡 为什么这么喜欢到餐业学院 泡泡 他在我们餐业学院 会给他探出去 对 他每次 每次来 来讲话 对 讲两三句话 他就这么讲 哦 某某大瓦斯 他曾经这么说 哦 某某大道场 他曾经这么说 只到那天我跟他讲说 你从今之后不要 你从今之后不要再批评 我就跟你讲话 对 但是各位 那你说他嘴巴不好吗 其实 真的是习惯 讲久了就变成什么 习惯 对我不该 那个就是习惯 那还有 那还有 口善的方式有很多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人 一个人不要讲话 若是要讲话 那么就诵经 那么就念佛 少说话 多念佛 多诵经 不然就不要讲话 各位 你符合这个条件 口就一散 各位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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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共进 你都一定要开工 我再问你第二句话 你共不共进二宝 三宝变二宝 你共进二宝 你共进二宝 二宝就是三减一等二 三宝 三宝整一宝加二宝 三宝 三宝整一宝加二宝 对 公不共进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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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共不共进一宝 公进一宝 没说了可以说 其实不共进 他不共进 对我告诉你不共进 他公进三宝 他一定要开工给我看 我不盖你 我不盖你 我们今天没有开工 就是不共进 所以早上的话要多练习 要讲老实话 知道吗 他讲老实话 他讲老实话 我不共进一宝 所以我没开工 现在师父讲到第三点 我有想 你有想 你有想 是 不够 你不共进 所以你也没开工 公进佛宝的人 一定会开工 有一个师父跟他的弟子讲说 你去拜佛 你去拜佛 他的弟子呢 就很恭敬的去拜佛 然后每天就看到释迦摩尼佛 就坐在大雄宝殿 他只要你有时间就去拜佛 拜了三四年之后 有一天 他师父看到他没在拜佛 他师父就很好奇 问他说 你今天怎么要去拜佛 他说我昨天在拜佛的时候 然后释迦摩尼佛跟我讲说 你不用拜 对 拜佛祖给他说 你平衡在那边拜 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 这个不是我 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公案 这是真实的公案 这是真实的公案 就是拜佛联中他开悟了 各位这开悟不是知识 开悟只是 称赤底底的万人方向 对自尽其义 互道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你 各位你对佛宝干不够 对对 那对华宝就不要够了 你想要有钱 到现在五千石的亚庆 我去 你没有全金奖金嘛 对不对 没有人有全金 这是对华宝的什么 公敬嘛 对不对 那对生宝的公敬 你从来都没有 批评过出家人的人举手 你从来都没有批评过出家人的举手 你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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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修正一下 你举手 你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 对不对 你从来没有一个念头 瞧不起出家人的举手 所以各位 这叫做神宝 这样难不难 难 难啊 不然你早就要开乎了 那你知道吗 各位 我出家人的举手 对吗 我出家人的举手 对吗 没有出家人的举手 所以没有开拓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诚 其实是诚敬的意思 是诚敬的意思 各位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 一定是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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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这四个词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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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对 万事万物恭敬 让自己的内心自然的 会安静下来 接着要好好地敬敬 有没有 有一天自然就能够自敬什么 起义 一定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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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符合 各位这八个字口诀已经记起来了 对 申请口善一乘性进 这就很清楚了 你记住这样的条件性就进了 而不是只有在那边想东想西 或是说自己去乌 有没有 里面的乌 这个东西 这个完全没有离开 生活 这个是二十小时的状态 所以各位 所以就说你们 你们要修行 对 不要修了好半天 真的是很冤枉 各位 就是说大家 难得来学习 难得清进佛法 甚至有人 百天难得他出家 有没有 对啊 那如果没有悟到 那不是很可惜吗 各位不是很可惜吗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一班有几个同学 假设这一辈子没有开悟 我感觉是完后 真的啦 我会觉得很用 所以 所以你自己方向 要摆对 腰摆错 接着看下一段 鲁金悲弃 贵佑阿神 意思是说 对 你们这些人 今天这么伤心 对不对 到底在担心谁呢 若有 无不知去处 无自知去处 画起来 无自知去处 无弱不知去处 无弱不知去处 那各位 佑祖大师他不但知道什么时候要走 他还知道他要去哪里 那现在我要请教各位 各位 他到底要去哪里 有没有人要回答 来 你说 不错 就是欣赏你这种态度跟精神 没有要去哪里 你这是给他整校 去需要他的地方 不错 去需要他的地方 不错 还有其他的答案 回到他来的地方 蛤 回到他来的地方 回到他来的地方 那你讲这句话多赢了知道吗 算是多赢了 对 你就应该这么讲 他从来没有离开 对 从来没有离开 又何必回来 从来没有离开 又何必回来 又何必回来 又何必来回来 又何必回来 又何必回来 各位 这里面 各位 这里面就埋下福笔 埋下两个福笔 第二伏笔就是说 有的人他要走 他不告诉你说他要去哪里 但是有的人他要走 他却清清楚楚告诉你说 他以后要去哪里 各位你要注意 一个开悟的人 不管他讲或是不讲 都有他的内涵 比如说 比如说宝人 你刚刚开门要讲还是不讲 你说15万我这 我这一句 为什么我这一句 因为我刚才口罩 来讲还是不讲 来天 你就是没主币 各位 这个应该看当事者 这个禅师 他为什么要讲 不讲应该看当事人的名领 那应该看当事人的名领 师母把门看不见 你比较有机会 你说 师母你要去哪里啊 是呀是呀是呀 我要去林姑堂 所以各位 现在有两个方向 其实六祖大师那个时代 其实就很多人要往生的 极乐世界 你看六祖大师已经 一问平就知道 那个时候很多人 都在问这个问题 对 所以当一个人 均立说他的去处 原则上他的作用是给别人信心 各位注意 他给别人信心 比如说 去老而上说要去哪里 去老而上说要去哪里 多帅天 他的资传有写 他的资传有写 在他103岁的时候 云门世界 有没有 他陆立到多帅天里面去 然后他在多帅天里面 他有 他有见到他认识的人 对 只是 只是异乐菩萨跟他讲说 对 你英言未大 英言道了 你在什么 你在 所以虚 老而上 是很清楚说 他要去多帅天 对 好 那 那 进土中 很多的大师 他是很清楚的 对 跟他弟子讲说 我要 我即将广生 什么 极乐世纪 所以讲 去处都是给人家信心 那了解吗 讲 去处都是给人家信心 但是有的情况是不讲的 为什么 因为一讲下去 他会谎害 会谎爱道 哪一个禅师 最有名呢 就是 龟山禅师 龟山禅师 台澳 台澳延起 台澳延起 之前 他弟子就说 师父啊 师父啊 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到 我要投胎 我要去 我要 我要投胎 到隔壁村 当一头牛 哇 这个还得了啊 对不对 啊 他那师父 一讲下去之后 弟子还 办性了吗 办理 结果师父 师父一元级 有没有 隔壁村 一头母牛 马上就生出什么 一条小牛 哇 这还得了啊 哎 疏忽忽忽忽 要不要出山了 有没有 就赶快 去把那套小牛 牵回来 牵回来 供养 人家龟山禅师 是慈悲 有没有 对不对 人家他自己 已经解脱了 对 所以以他的愿力 他要去度他 跟他有因缘的什么 众生 他结果弟子还没有 对不对 弟子不忍心 师父 头胎当牛 做牛 做法 做牛 活法里面有一句话 这么讲 对不对 对 对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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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佛门当中 成器成才 应该先为众生 要做牛马 要为众生 做牛马 你敢干 我又没有干 我不是做牛马 我是去当中做牛肉干 我没有干 各位 所以有时候说去处,有时候不说去处 看更容易一点 六祖说他自知弃处,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去哪里 这个就是六祖高明的地方 又给大家信心,但是你们又不知道什么 我去哪里 各位简单这么讲,一个开悟的圣者 他不见得去哪里 但是他一定有个共同的法则 什么叫共同的法则 只要跟我有因缘的众生 火就会去哪里 没有离开这个共同的法则 所以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尤其这个因缘跟他比较接近的 他会先往那边投胆 所以这个概念研得上是要清楚的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不想来投胎 对不对 那当然他,那当然他就会 他就会 在佛门的术语 那种人叫做 那种人叫做 放长驾 注意听 不是不来 放长驾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蔡师兄 立文诸冠 好不好 我也部署好不好 啊 算你也看得起我 你看得起我 所以要套好 我知道 包括长官 我最近得优异症 我想辞职 我想辞职 不要辞职 你可以 放长驾 放几千价 因为这个很厚 放长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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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长驾 实际上人的长驾 看他的状况 也需要三个月的三个月 他可以叫你饿 放长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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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要留死什么 留心 对不对 各位我刚才讲很单纯吧 他 他虽然自己解脱 但事实上他很害怕众生 各位我们的人 我们内心世界 绝大部分的人是害怕人 只有少部分的人不害怕人 大部分人都害怕人 为什么 因为人会惹来麻烦 所以大部分的人 其实他们内心世界是害怕人 如果说你内心完全不会怕人 恭喜你知道吗 恭喜 就是说你对人的障碍就比较少 所以有一些人 他刚开始他害怕人 不管看他事业有成就 还是说他修行紧脱 但是他就是很害怕众生 所以我今天这么讲 他还没准备好 他还没准备好 所以他自己的 慈悲的应力生不起来 那一种人叫做路大定 叫做放长驾 用放长驾 比较好听知道吗 对 放长驾 所以 所以一个有本心的人 各位 他 对他不会 他会直接跟他有应免的众生 他会去那边度化 好 他会直接去那边度化 所以六祖大师就跟他们讲说 对 你们今天之所以在伤心囊括 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们才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 现在讲这个是六祖大师在安慰他们 那你了解吗 六祖大师怕一只流腿了 你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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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先告诉你们 就让他们安心 就让他们安心 各位了解吗 让他们安心 你会到六祖大师 对 在解释 其实就是为他们解套了 如等悲似无趣处 不知无趣处画起来 若知无去处 好话起来 即 不合悲弃 各位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各位这个话已经很清楚了 以后我们这班的同学有人往生 有人往生我们要不要背弃 当他要死了那个撒娜 先派个同学去问他 因为你小孩 你知道你是在那里逃我 他如果说他不知道 你就要去哪里 各位 若是他知道他去哪里 而且要注意觀察他喔 你為什麼散過肉粗餐巾 你一定跟他說的白菜 你要我死人在上啊 還是死人在面子 對不對喔 同學你給我看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啦 你也沒煩惱 那各位 你們也要找你了 知道嗎 好 各位我們 我們這班誰會先走 大家先吃吐明 那如果說有這個 有這個 就有這個 大家全班去做 那就沒辦法了 有 他就 他就 走路上去 他就飛一滴 師父 你被吸引你最老 對啊 我聽你了解 他就沒辦法了 所以各位 這個實在是 六祖他都不找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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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從他 從五祖宏人那邊一直到 他也長在獵人隊 一直到他出來獎金 說法 三十幾年 他從來沒有說他要去哪裡 從來沒有這個痕跡 所以事實上 事實上 事實上是沒有人知道的 他下次的姻緣在哪裡 對不對 事實上是沒有人知道 這樣好不好 也好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這樣也好嗎 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 六祖假設 比如說 比如說 六祖假設說 他一樣 再來回到這個世界 他這樣會講下去 很多人會不會被他影響 會不會 對 尤其是他的弟子 可能就是說 師傅要去哪裡 他就要跟什麼 去哪裡 其實各有姻緣 這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六祖大師 他不太隨便的 這也講別 因為你只要悟到 法生不生逢孽 世相 任魯逍遙之在 何必說多多去哪裡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他始終不講 但他卻給人家信心 這個孔子講一句話 他說 為之生 為之生焉之食 所以就 所以就有一個出家人 他問禪詩 他說 孔子拿為之生焉之食 那個禪詩你知道 那禪詩你很回答嗎 那禪詩就這樣回答 禪詩 以之生 方之食 他就替孔子這樣回答 禪詩 以之生 方之食 各位這句話孔子從來沒有解答 透過有人問禪詩 禪詩 禪詩替孔子回答 孔子 所以各位 從這裡談到呢 這個是談詩 就這個叫詩項 談詩項 談詩項 那後面這一段呢 各位你看下面這一段 下一項 七百七十項 法信本無生滅去來 這叫做談禮 前面是談詩 這裡是談禮 談禮 那麼各位 所以六祖大師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現在重點不是去哪裡的問題 對不對 重點是說 你有沒有悟到你不生不滅的法信呢 你自己的真乳本體呢 你有沒有悟到呢 各位重點在這裡 各位重點在這裡 各位舉個例子 你們今天來這邊聽課 你們自己是要悟到 悟到之後你們回家四龍工商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希望各位你們悟到之後 世界五大洲 就等你們去知道 看你要選哪一洲 才是選哪一洲 你不要把他都選人頭 你不要把他都選人頭 對世界五大洲 看你要去哪裡 不要大家擠在一起啦 如等靜坐 無意如等一記 明曰真假動靜記 這首記的名詞畫起來 真假動靜 簡單說實講 他接下來講的就是 不離真假動靜 如等送去此祭 以五一統 依此修行 不失忠職 也就是說我等一下 對不對 口送出這首祭 如果你明白 對不對 那麼 你所明白的 就是我的意思 那你要依我這一首祭 來修行 就不失呢 我們頓教的本宗 眾生做禮 請 施說祭 好我們休息 吃溫教探